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震惊全韩国的现实版狗血剧 三岁童木乃伊事件 2020年2月10号 在韩国归尾市的一个小公寓三楼 发现到三岁女童的实体 根据警方表示 女孩的母亲金某与前夫离婚后 自己一个人养育了孩子 但是很快就结识了新的男性 2020年8月 母亲将三岁女儿一个人丢在公寓后 搬到那位男性家里去了 2020年2月10号 也就是女童一个人被丢弃在公寓里的6个月后 住在楼下的外公街道房东 合约已经到妻了 但是联络不到你的女儿 赶紧让她离开吧 的电话后 与妻子也就是女童的外婆石某 一起上楼进了女儿金某的家里后 发现到已经离世了6个月的外孙女 警方马上就逮捕了妈妈金某 金某向警方表示 因为是与前夫之间的女儿 所以不想看到她 然而在一个月后的2020年3月10号 却发生了更令人震惊的事情 根据韩国国科调的DNA检验后发现 女童与金某以及前夫不是亲子关系 陷入混乱的警方开始全面检测 周围相关人员的DNA 结果发现女童的亲生母亲 其实是外婆48岁的石某 然后更让人傻眼的是 外公却不是亲父 也就是说 女童是石某跟别的男性的孩子 所以与金某其实也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警方判断 因为金某与石某的怀孕生育时期差不多 石某为了隐瞒自己生育的事情 对就将亲生女儿跟外孙女给调包了 而金某生育的女儿也就是真正的外孙女 目前下落不明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荒唐 所以国科调也是进行了三次的检验后 才将这个事实通知了警方 之后又因为石某的要求进行了第四次的检验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国科调表示 石某与女童的亲子关系距离是99.9999以上 错误的几率是0% 2021年3月11号 警方根据DNA的检验结果逮捕了石某 但是石某一直主张 自己没有生过孩子更没有调包孩子 她是女儿的女儿 一定是DNA检验出现了错误 3月14号 石某的丈夫在警方调查中也向警方表示 自己完全不知道妻子怀过孕 3月15号 警方对石某实施了测谎机监视 结果也出现了谎话反应 然后在3月18号 根据警方的调查后发现 根一开始夫妇两人接到房东电话 发现到外孙女后马上就报警了的口供不一样 其实是在报警前一天 石某就已经发现了木乃一话的女同后 打电话给了女儿金某说 自己来处理 然后将女童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想要搬走的时候 突然被风声吓到 所以又把女童搬出来放回了原位 第二天告诉丈夫后才报警了 目前警方为了确认女童的生夫是谁 调查了石某三年来的通话记录 包括石某的两位亲夫 正在检验100多名男性的DNA 目前为止还没能确认到亲夫是谁 然后警方也分析了石某的姻院记录 也没有发现到什么可疑点 然后因为从公开的女孩照片上 能看到孩子打扮得干净漂亮 而且营养状态也非常好 根本就没有放任不管或者是女的样子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质疑 会不会是后来发现不是亲生女儿后才弃养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公开长相吧 这样才能出现知道的人 都有那种自己在厕所生完孩子后丢弃的人 只是调查姻院会有用吗 会不会是石某跟女儿两个人共谋 用女儿的名字接受了姻院检查 女儿假装自己怀孕 之后跟亲夫养了这个孩子 等有了新的男人后 反正也不是自己的孩子 亲母也在楼下 所以就丢弃了他 根本就不是人是禽兽 要跟亲兽一样的对待 亲兽也会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是亲兽不如的垃圾 看到孩子照片就会更愤怒 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 比起亲生母亲是谁 孩子都被木乃一化的这个事实更重要 那对妇女都是肮脏的恶魔 所以女孩的生父到底是谁 金某的亲生女儿到底在哪里 或者是会不会真的就像石某说的一样 都是DNA的错误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